每年聖誕節 最初矚目 新北歡樂耶誕城 預計在十二月三號要盛大開城了 而今年新北市府首次找來丹麥知名玩具品牌合作 打造獨家3D的雷射光雕秀 還有十四米高的耶誕老人 二 一 哇 將手中的聖誕樹拼在新北市府前廣場的模型中 市長侯友宣布 二零二一新北歡樂耶誕城即將開城 記者會中也揭曉演唱會主持人 是由即將升格當爸爸 連續七年受邀的嬌嬌黃子嬌擔任 演唱卡斯端出天團911 831 天后阿令 彭佳慧等人 到時候都要一起壓軸嗨翻全場 請公布 哇 今年二零二一新北歡樂耶誕城主持有兩款 耶誕城另一個亮點就是萬眾矚目的耶誕城主題 今年新北市府招來丹麥知名玩具品牌合作 要讓民眾過一個最有同趣味的聖誕節 11年來新北歡樂耶誕城不斷的在創新思維 即去年迪士尼愛的整個遊戲樂園 在新北歡樂耶誕城展現出來 帶來600多萬人次的參訪 也帶動周遭的整個經濟的發展 今年我們特別分樂高公司來合作 以北欧風情來創造全臺灣最大14米高的樂高耶誕老公公 迎來十一週年的新北歡樂耶誕城 每年都能帶來上百萬的參觀人次 使得周邊經濟發燒 惠以期待 這個每年冬天最大盛事 能夠再替新北市帶來龐大的耶誕商機 記者綜合報導